水飞梭呢 是我们从美国原厂引进 那非雷射非侵入性的医疗仪器 那它的英文叫做hydrofacial 这也就是它叫水飞梭的原因 那跟飞梭雷射其实不一样 它主要的功能呢 是在做皮肤外层老废角质的清除 毛孔脏污的清除 还有保湿的精华 或者是其他机能性精华产品的导入 那这个水飞梭 它其实主要的特色 就是它本身有一个专利的技术 叫做Voltex Technology 那就是它有特别的探头 那它整个机器 其实我们在完整的疗程里面 它是有三个探头的 那这个探头它都过负压 还有水的冲刷呢 那能够把我们皮肤表面最外层 排列不整齐的老废角质带走 但是我们透过吸力的设计 跟医师对皮肤的掌握 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带走 我们觉得需要带走的 但是能够留下 其实我们皮肤最外层的 角质层的保护层 那同时它也可以把我们 就是毛孔浅层的脏污把它洗走 那在做完了基本的清洁之后呢 那它的其实同样的 它这个水温轮的技术 也能够帮助我们把皮肤需要的保湿啊 然后抗氧化的精华液导入皮肤里面 那跟一般的就是说 可能我们去做就是磨砂的去角质啦 或者是说就是单纯的 就是保湿的做脸 其实它是相对比较温和 但是又比较有效率的 那就是说 其实一般通常我们在看到 每一个人的时候 每个人的皮肤的肤况是不一样的 它本身天生 它的可能初有的程度 角质的程度不一样 那偶尔可能根据季节的不同 也会有不同的问题 那或者是说 有些人他可能皮肤 他有一些皮肤上的疾病啦 直动性皮肤炎也好 九糟痘痘也好 通常其实客人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完整的评估 了解你其实平常 肌肤的困扰 你保湿的习惯 就是有没有在做防晒 然后想改善的问题 然后我们除了水飞缩 其实在做一个清洁跟保湿 皮肤健康的调理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 包括我们可以给居家保养的建议 我们可以搭配药物 可以搭配我们雷射光疗 做一个完整的肌肤照顾的规划 其实水飞缩它基本上就是非雷射嘛 所以它们两个差异是很大的 水飞缩比较在做的就是 清洁跟保湿肌肤的调理 那它在皮肤的层次是比较着重在 我们的角质层 毛孔上端 还有表皮层的部分 那飞缩雷射 它本身可以穿透的深度比较深 可以到我们整个真皮层的部分 而且因为它是雷射 它可以透过雷射的光热效应 去刺激我们皮肤长新的胶原蛋白 所以其实飞缩雷射 我们其实使用的范围也很广 我们可以处理细纹 然后可以处理 凸的疤跟凹的疤 那这边我们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水飞缩跟雷射是一点都不冲突的 因为我们前面有说嘛 水飞缩它可以做的是 我们皮肤的清洁跟保湿度的提升 那当我们皮肤的代谢状况 还有保湿状况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那中间在雷射的过程中穿插 就是水飞缩这样子的治疗呢 可以让我们对于雷射的疗效 还有满意度都会提高 相对来讲其实就是也比较轻松 舒适度也比较好 那如果单纯讲水飞缩的话 水飞缩适合什么样的人 其实就是希望 我们不要恢复期 那我们希望皮肤可以变得比较滑细 亮度可以比较高 然后粉刺啊 就是皮肤的颗粒感可以改善 那飞缩雷射呢 就适合可以接受轻微的修复期 大概我们抓一周左右 那它希望能够更有效的去改善 皮肤的细纹也好 发痕也好的话 那就可以考虑飞缩雷射 那还有在这边我们想提醒大家 就是说 基本上虽然水飞缩 几乎可以适合很多的肤矿 包括比较有一点的肝肌 或者甚至有时候敏感肌 也可以考虑做水飞缩 只是说当今天 我们还是需要皮肤科医师 来帮你把关 就确认说 如果皮肤有比较明显的痘痘啦 然后很明显的在发炎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还是会先需要 就是让皮肤休息 先用药物让这些疾病的状况 稳定下来再来做水飞缩 会比较合适 通常水飞缩刚做完当下 其实你就可以感受到说 我们的皮肤是比较亮度比较高的 然后摸起来比较滑细的 那回家也会觉得说 其实在擦自己的保养品的时候 吸收度也会比较好 就是比较水嫩的感觉 那通常最完美最棒的感觉 大概都是做完的一周会是最好的 到底效果可以维持多久 其实跟每个人自己居家保养的习惯 他的肤矿 例如说他脚趾卡回来的速度啦 皮肤出油的速度会有一点点的差异啦 那不过大部分的人 其实我们考虑到说 其实脚趾细胞代谢的周期是一个月 我们大部分抓一个月的时间 那另外其实水飞缩也还蛮适合 有一些有特殊场合 例如说他可能有特殊的活动啊 或者是结婚前拍婚纱前 他希望他肤矿很棒的时候 来做一个相对比较密集的保养